计时开始 随昌相公所举办木瓜大胃王比赛 重量级的立委蔡逸宇亲自下海挑战 一开始还能优雅的拿着汤匙挖着吃 但看看旁边的对手实在太厉害 蔡逸宇放弃汤匙 改用双手扒着吃 抛弃形象却还是赢不了对手 人家两颗木瓜瞬间吃光光 蔡逸宇还啃不玩半颗 冠军宝座只能拱手让人 第一次挑战用这么快的速度吃木瓜 一次吃太多 这个就有一点会超窄的感觉 嘉义县水上香物产丰富 可说是瓜果类的故乡 不但有木瓜 还有高贵的极光哈密瓜 以及新品种的mini ball小西瓜 乡公所举办瓜瓜节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吃瓜 除了大胃王之外 还有西瓜挑子达人趣味竞赛 要把那个纸放在那个高纸上面 一个一个对手 把小西瓜的纸挑出来 排在纸上的小格子里 要对得整整齐齐可不容易 最后由唯一一位参赛的男士 获得第一 因为纸很小 有点难排的 交了多少纸 40颗纸 满甜的 第一次吃到这种 而且它皮很薄 真的很可爱 当你想买瓜果类 记得水上什么都有 不管你要买木瓜 买极瓜 买蓝瓜 买小黄瓜 我们应有尽有 现场还提供极光哈密瓜 和迷你小西瓜 让大家品尝 吸引上千人 大排长龙领取 吃完之后果然买气大增 买得满手都是 西瓜还有零啊 还没吃过 还没拿完呢 乡公所表示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 瓜果类普遍减产约三成 但价格却没有因此上涨 希望透过促销 增加农民收入 民事新闻正人文 陈子平 嘉义千报道 你打开 澄大增加农民 不会有 看见 你打开 我们就知道 这一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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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